注意了啊 未来五年呢 你要是想好好地活下去 一定要牢记以下七个身体的求救信号 这条视频呢 你一定要认真地看完 并且转发给你最爱的人 第一就是心脏的求救信号是长期出汗 第二大脑的求救信号是突然头晕 第三肺部的求救信号是长期咳嗽 第四骨骼的求救信号是突然变矮 第五肝脏的求救信号是两病白发 第六血管的求救信号是身体发麻 最后一条肾脏的求救信号是脚肿手肿 如果说你现在肚子上堆了几层肥肉 就像是怀孕了一样 随便运动两下就爱冒汗 嘴巴臭哄哄的脾气还暴躁 睡觉呢打呼噜流口水 一天排便五六次 沉尿黄融浓茶 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老了啊 这是你的肾脏啊 储存了太多的垃圾了 想要把肾变得干净啊 这个方法是少不了的 不用调也不用对 不用东奔吸泡 也不用您乱花冤枉钱 在家就能用 让肾能变得干净 你用了这个方法呀 肾想有问题都难 不管你的肾问题有多严重 也不管你是三十四十五十还是六十岁 你都可以去试一试 俗话说 养肾三十天 受益一整年呢 肾好的人精神才会好 我分享一个方法 建议每天补充一粒 复合维生素B族 它里面含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B1 B2 B6和B12 还特别添加了像烟酸叶酸泛酸 这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一天呢 咱们吃两粒 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 最关键的是 这是上市品牌 我们吃起来更加的放心 B7 B7 B7